欢迎收看本节目 十分动灵 不仅容貌年轻造型时尚 身材也丝毫没有圆润发福 看起来仿佛只有三十几岁 近年来毛宁仙少在公众面前现身 只偶尔在网络上传自拍 向人们分享她的近况 大年三十 毛宁在社交平台分享新年四连拍 穿着红衣相当喜庆 可由于相机滤镜效果 照片中的毛宁仿佛成了单眼皮 相貌和早年变化较大 即便没有活跃在歌谈一切 毛宁仍十分注重身材管理 曾在社交平台分享健身照 照片中的毛宁宽 肩窄腰身材健硕 胸肌宫二头肌都很结实 如此身材绝非一朝一夕能够练成 可见毛宁对于健身颇有恒心 从年轻正当红的时候起 毛宁就很少对外谈及感情生活 但她在圈内却有不少的异性好友 谈起毛宁就不得不说起杨玉宁 两人曾是舞台上出双入队的青铜玉女 当时很多人以为杨玉宁是小鸟依人的妹妹 其实毛宁反而是被照顾的一方 虽然毛宁和杨玉宁这对黄金搭档 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曾同台 两人的感情却依旧深厚 总是关心牵挂着对方 杨玉宁在采访中透露 毛宁曾特意去深圳 看望她并支持她付出 九十年代的内地歌坛百花齐放 当时开始展露头角的歌手们 彼此之间都很熟悉 毛宁和陈明早年一起在歌坛打听 毛宁曾在综艺中表示 陈明对于她而言 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之一 在毛宁的圈内异性好友之中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莫过于蔡明 早在1992年 毛宁通过比赛出道并进行巡演时 两人就已相识 蔡明一直将她视为自己的亲弟弟 遇刺事件发生后 毛宁跌进人生低谷 蔡明每天发短信鼓励她 她的话后来还被毛宁超 在本子上珍藏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销声匿迹 毛宁后来终于重整旗鼓 回归歌坛 平平现身综艺节目和商演舞台 然而在2015年 毛宁应涉毒被拘 付出之路从而断送 事业跌宕起伏 几度浮沉 如今毛宁的生活已经回归平静 经常用运动健身 旅游聚会 填补自己的闲暇时光 还曾多次参与公益活动 展现出自己积极向上的新面貌 52岁的她至今未婚 感情生活也总引发关注 毛宁曾是一代人 记忆中的偶像男神 却因迷途失足 打碎了她的优质形象 一步步远离她热爱的舞台 索性如今的毛宁 又找回了阳光健康的状态 只要用积极乐观的态度 去享受生活 人生处处都是舞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